HitFM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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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ys and Girls From Around The World Listen Up To The Station Call Hit FM We've Got A Lot Of Great Music All Day Yeah 只剩請贏了 H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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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末 是 歡迎來到今天的HitFM 這裡是黑帶發連播網 北部英零街的第七 中部9A.5 南部90.1 一蘭97.1 花燈107.7 在我旁邊這一位 是我們的台語小天王 許富凱 謝謝 許許姐 就是每次介紹你出場 都要用這種 比較慎重的嗎 然後就是要用盡全身的力氣 辛苦你了 辛苦你了 不會不會不會 但是真的很開心又看到你 是啊 上一次真的很謝謝姐的幫忙 沒有沒有沒有 我們好像之前平行會嘛 然後還有一次 有一個尾牙嗎 還是什麼的活動 我忘記了 有 好久不見了 好久不見 是說一年就這樣過去了 是對呀 而且就這樣默默的過了 這一年如何呢 做了很多事情 去拍了戲 年初拍了戲 然後呢 年底就發了第九號作品 十個 拍戲好玩嗎 過程我覺得很可怕 你剛有叹了一個氣 對 而且是很真誠的 最可怕的是什麼 因為畢竟我不是 是戲劇經驗很多的人 那 在我身邊周圍的這一些其他演員 都是前輩 比如說 蔡正南南狗 哦 因為我是演那個 唐美雲老師的歌仔戲 所以美雲姐 然後 方欣欣姐 就是都是那種 都是很厲害的 欣欣姐 對 演員啊 然後 千娜 嗯 啊 西南大哥 等等 很多 對我來講 我資歷真的很淺 但 呃 我覺得 他家人都很好 非常好 非常好 而且在這四個月 我覺得我好像在一個 夏令營裡面 哈哈哈 這麼開心哦 就又緊張 當然就很開心 就是有點像去 秀訓的 是 但是 又還蠻興奮的 很期待 對 而且 因為全程都是 台語 要對話嘛 嗯 所以我覺得 剛好 也很符合 我是個 台語歌手的 一個身份 嗯 所以我覺得 在那邊 真的受益良多了 嗯 那你做了什麼 最多的準備呢 你說準備 背台詞 這是一定要的 對 因為當時呢 我以為我 只是科衝一個小角色 嗯 結果去試完音 然後聊完之後 他們給我的 另外一個角色嗎 沒有 就是 我原本 加戲了 哦 我 那那時候 他還沒有跟我說 我的戲份有多少 哦 你以為只是客串 我只是客串而已 結果他 拿了五本的劇本給我 哦 哦 然後我想說 五本劇本 這個應該就只是 就是一場一場 那種小小的 每集出來一下下 沒有 從頭 定到尾的那一種 哇 對 然後 嗯 我覺得 全部都台語 雖然我很會講台語 但是因為裡面 真的那些文言文 真的太難了 哦對 那個很難了 對啊 比如說 問世間情為何物 只教人生死相許 哇 要想 很困難耶 哇 很難啊 其實如果基本的 我都不會 對 大家想聽嗎 問世間情是好物 蘇人生蘇相喜 誰會知道怎麼念 問世間 情是好物 請 請 請 喜好物 謝謝 謝謝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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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幹嘛這樣 來啊 蘇人生蘇相喜 蛤 蘇 蘇 蘇 這我太難了啦 對啊 這個我真的不行 我們講人是不是講人 人 人就是這樣啊 人就是這樣 那個人 對 那個人 對 怎麼誰會講那個人啊 哦是人哦 那搞不好那個我可以 我一定 你去演 搞不好可以 很承認 會不會講得很奇怪 哈哈 不會啦 不會啦 沒有啦我台語很爛啦 對 所以剛剛有說這一年就是拍了戲 對 然後出了這張十歌 對 十歌謝謝 這張很厲害耶 啊 厲害哦 這裡面所有都是大家耳熟能詳的歌啊 對 把我從小到大的一些學唱歌唱曲比賽的一些回憶 集結在這張專輯裡頭 是 哪一首歌對你來說是最有意義或是最特別的呢 哇哦 每一首都有自己的故事 每一首都有 嗯 剛剛聽到的祝福是因為 呃 原唱是二姐江蕙 江蕙 那他在Fullmine的演唱會最後一場 他就用祝福這兩個字 這首歌的Slogan 嗯 我想說 啊 要頒唱女歌手的歌 二姐是第一人選 對 而且 呃 對我來講 他陪伴我小時候到長大 嗯 我幾乎 一出現在聽他的歌 對 在他聽他的歌啊 在媽媽肚子裡也都在聽他的歌 對啊 什麼 《你到你來》啊 西邊的海岸這一些啊 所以 呃 當時我希望 開門見三就用祝福 啊 讓十歌 嗯 因為這張專輯可以祝福大家 因為2020真的實在太可怕了 很多人真的很不好 不管是疫情 或者是因為疫情的影響 對 對不對 嗯 然後身邊朋友很多也都不在了 對 所以 就希望祝福大家可以很平安這樣 嗯 所以就用這首歌開始 開始 那我們今天也就用這首歌開始啊 好啊 祝福大家啦 火花開金貴時 無糖果菜等地 是的 剛聽到的是這個 祝福 祝福 是二姐將會的歌 對 其實我覺得你這張真的很猛的是 你很有勇氣 勇氣 因為這些歌都是大家很熟悉的 而且還有另外一個特點 他們都是女歌手 對 女歌難唱 嗯 因為從我出道的時候我就很 第一年我就想要出翻唱專輯 嗯 但是因為很多事與願違 公司有當時的一些想法 想法對不對 所以這個就一直割著沒有去進行 嗯 到了今年自己自立門戶開了公司 想說好那我一定要做我當初 自己想要做的事 對 你一提出來的時候他們有說什麼嗎 嗯 你說 跟之前 就是開會的時候這一次 噢 這一次因為我身邊的團隊都知道我想要做這件事情 所以都支持你 他們支持 然後很特別的是 因為我空了兩年才發這樣專輯 嗯 在這個過程 腦子裡已經有這些想法了 嗯 但是我也有製作人啊 結果 就出現了 我在演藝圈的另外一個媽媽 就是丁曉雯老師 嗯 他自己主動跟你聯絡 對 他真的是我的貴人 因為從我十七八歲認識他到現在 嗯 我會再去明月之星比賽也是因為他的引見 小文老師 小文老師 嗯 那那一次吃完飯他就跟我說我想要幫你做專輯 只是一天沒有機會 嗯 那我知道你現在這裡 自己獨立門戶了 對了 那我們就一起來做這件事吧 嗯 然後他跟我講說我想要幫你做飯這樣專輯 我想要 欸 不都是我想要的嗎 你之前有透露這個訊息嗎 呃 之前 幾張專輯的過程我都有稍微提說 啊 希望未來 好想唱好想唱 對 但是 就是緣分吧 好特別 他也覺得好像 剛好那個moment就對了 對 所以我們就說好 要不然來做一張女歌難唱 因為我比賽的時候其實唱了很多女生的歌 是 感覺一切都很水到渠成 但是是不是爸爸不太贊成你唱女歌 嗯 小時候啦 因為 因為我小學三年級開始歌唱比賽 嗯 去唱歌 那 呃 以前我都覺得說什麼歌都去唱 然後唱了一些女生的歌的時候 呃 當然因為以前的一些老師他在交唱的過程 可能 不會因為你是男生女女生去設定什麼 對 但是爸爸那時候就覺得說 欸 男生應該就是 唱男生的 就是比較有queak out的那一種啦 嗯 喔對 因為台語歌強調的是queak out 男生也很多queak out的 對 一個轟轟大的歌 對對對 或是很多前輩的歌 嗯 那到最後 像我發這張專輯之前說 啊你 太白人的歌 你唱別人的歌 我說對啊 嗯 嗯 到發行之後他聽到他就接受了 他知道我想要做的東西 嗯 嗯 所以沒有特別跟他指揮 哈哈哈哈 只接受吧 對啊 沒有要跟他報告 啊不要 不要啊不要 但是我相信他聽到還是很感動 很開心啊 而且他也知道這是我小時候的一些回憶 剛剛有講就是因為其實台語歌比較要求一些 比如說可能國語歌男女可能就是情緒啊或是 但是台語歌又多了queak out這個地方 嗯你在詮釋女歌的時候 而且又是這麼多的經典歌 你遇到了哪些問題困難呢 呃我記得那時候在錄音的時候 嗯 我覺得角色定位很重要 嗯 因為你要唱女生的歌 嗯 你又不能太 我感覺你好的故事 對 因為你的整個臉都皺在一起 人生有多累啊 哈哈哈哈 自己找的啊 因為 那時候我就想說我要用什麼角度去唱 你唱太女生也好怪啊不對 對 但是你又唱 用男生的方式唱好像又太剛硬 那老師那時候就給我一個 一個一個一個出 你說小文老師嗎 小文老師他跟我說一句 他說你就把自己當作第三人稱就好了 哦 你用第三人稱人稱去唱 任何事情你就就會變成這樣 不要把自己陷在裡面 對你就變成什麼都合理了 而且 對 也不是專門唱給男生聽 也不是專門唱給女生聽 對 我們是重新演繹這些歌 嗯 所以你一想通了整個就不一樣了 他說哦 好那我大概知道口氣要怎麼去拿捏 嗯 然後我的唱法要怎麼調整 嗯 然後共鳴位置要怎麼改變 嗯 對 嗯 除了台語歌 勇氣歌家裡面還有一首日文歌 對我來講 我希望我之後的每一張專輯都會有一首日文歌 為什麼呢 你很喜歡 第一個是喜歡日文歌 我以前小時候就聽日文歌長大的 哦 對然後上一張專輯 我要明顯地喜歡看你快樂的那一張專輯裡面就 有唱了四層秀樹的YMCA 對 對對對 有 對然後 這一切的出發點我實際上很感謝一個老師 嗯 就是何啟宏老師 嗯 他那時候跟你說了什麼 因為他也愛日本我也愛日本 嗯 然後呢我們常常在聊日本的音樂 對然後譬如說 這個國家怎麼樣 嗯 那他常常給我很多日本音樂的資訊 嗯 然後我們就在講 是新的還是新舊的 全都有 他有 開玩笑開玩笑 他有時候 我跟他聊譬如說演歌 嗯 哦他很懂 他嚇得到 嗯 他講說你不是 那時候我剛認識他才二十幾歲嘛 你怎麼會聽演歌 你怎麼聽這種東西這樣 對 你的年紀都還比你大 嗯 我說啊我小時候就是接觸這些歌啊 嗯 然後他就說 有機會 你是不是要發一些日文歌的專輯 或是單曲 嗯 我說好啊 請問如果有機會的話 然後他就跟我說 那 這樣子 你要不要先嘗試著 在你自己的台語作品裡面 先放一首 放一首 我說好 然後就從 上一張一開始 YMCA開始 這一張是山口百會的歌 山口百會這首很經典 對 而且為什麼我會選這首歌 對我就是想問你 因為我看了他風邁的演唱會 哦 你真的很經典 我都看一些很經典 你 你 你不是才 很年輕嗎 33歲 對 如果你問我這些比較 跟著爸爸媽媽 昭和時期的 對 我都不知道 昭和時期我都很懂 是喔 歌謠什麼 那新的呢 新的你也有涉獵 有啊 像那個 最近我很愛看鬼滅之日 喔 對啊 那首歌 LISA的那首歌 LISA 蓮華多好聽啊 對 所以新的也是會聽啊 然後 日本我最喜歡的 就是 桑田加油 喔對 我有去看他演唱會 哇 雞皮疙瘩 好棒喔 真的很經典 而且我覺得像你剛剛在講 順你你會去聽 ENGA什麼的演歌 因為ENGA其實 很多跟台語歌有一種 異曲同工之妙 對因為以前早期的一些 台語歌很多都是 日文歌翻譯過來的 翻譯過來的 對所以 我小時候基本上 懂得日文 因為 我會去接觸入日文歌 接觸入文 就別說了啦 接觸日文歌 你用台語講看看 這麼小日本歌 好順喔 哈哈哈哈 也是因為爸爸的關係 喔爸爸也很愛聽 他不是愛聽 因為我小時候在 比賽的時候 他就說 其他小朋友都在唱台語歌 米南語歌 你就給我唱日文歌 他就說你 要跟別人不一樣 你就要多一項才能 你去學日文 你爸是個嚴父耶 嚴父他幾 幾多嚴 幾嚴 對 夠嚴格的 所以他就去書店 書局 買了那一種 厚厚的 這麼厚 真的很厚 然後裡面有三百首 那種什麼 日文歌唱大全 教學大全 然後裡面就有教你什麼 用 漢字寫 然後你就開始這樣背 背到最後你就去學五十音 其實一切的功勞都很大 但是也要謝謝他呀 對啊 所以那個時候就開始 學了日文 對 我第一首歌還是什麼 西川貴智的那個 西川貴教 西川貴智 西川 西川 西川貴智 西川貴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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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念的是什麼 是東京啊 哈哈哈哈 東京還是 是買東西嗎 哦 西部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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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在電車裡哦 那有特別想吃什麼嗎 我對吃沒有什麼太大的 是哦 你只對買東西 我只是對 買東西 對 看東西 看美麗的東西 啊 吃東西嗎 元素的餃子 哈哈哈哈 啊 它該不會是有一間大排長龍的元素 哈拉吉古 餃子 餃子樓什麼的 對 但是它其實餃子還蠻普通的 不要這樣子那是我的回憶耶 但是它非常非常的便宜 極度便宜的 而且門口排滿了外國人 很多西方人 但我要推薦它隔壁那一間 嗯 好像是那種 越南料理還是四川料理忘記了 我也忘了 它的炒飯真的好吃 是哦 但我說你說的那個餃子樓 它的那個小菜很好吃 對 小黃瓜跟它的高麗菜 再配一個啤酒 對 禮拜六下午就是要這樣啦 為什麼 鬆鬆的 所以其實真的因為愛唱歌 然後開始也聽了演歌 對 對不對 在專輯裡翻唱了日文歌 這首真的很經典 呃 中文翻成再見的筆端 對 山口百匯 山口百匯 也是一個字一個字去學 對一個字一個字去念 要去查它的意思 對 才能詮釋 而且一直重複看它的影音 呵呵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它每一段在 呃的影片在唱這首歌都有不一樣的情感 哦 哦 我喜歡看一個歌手在唱歌的那個 眼神 嗯 跟它每一句的詮釋的方式 我都會去比對 哦你真的好認真哦 我很喜歡做這種事情 所以 那所以自己在呃表演的時候 你唱每一首 同樣的歌 心情其實有的時候也會不太一樣 啊肯定的 會不一樣 嗯 但 呃前提就是 把它唱好不破音 就是一定要有的 練手 對 把基本的做好 嗯沒錯 放感情 是 那我們就來聽這首山口百會 經由許富凱重新詮釋的 《再見的筆端》 嗨 好的這個剛剛休息了一下 然後在之前聽到就是呢 許富凱翻唱山口百會 很經典 是的 好經典的歌啊 《再見的筆端》 對 這首歌其實是一個 悲傷的故事嗎 其實啊我們 你看喔我們歌詞 嗯 《單的排序》 它就很像在寫人的一聲 嗯 《重祝福》 哦 然後到你 《雨傘情》嗎 嗯 對 你會談戀愛嘛 然後你會有親情的關係 有友情的關係 哦陀螺 對 會有旋轉拉扯 是 然後 《雨傘的家你等》 對 你也會等候一個人吧 對 《喊淚跳恰恰》 是不是 《喊淚跳恰恰》 是不是就有的時候就有一些不愉快的事 不愉快 但還是要開心的過 人生 你憨著淚跳恰恰 嗯 《全情青春夢》呢 《全情青春夢》呢 《全情青春夢》就在寫 呃 女人 對於情感 的那一種 灑脫 所以是一個整個流程下來耶 對 然後到最後一面 最後一首就是再見的 再見的 你會用什麼方式跟大家說再見呢 不知道 好悲傷哦 這是你安排的 哦 其實沒有安排 是我們排完 我們自己看 哇 就剛好是一個天意 天意 嗯 我想問歌詞那一頁 嗨 為什麼這首山口百會的歌 是做 拉長型的 拉長型的 因為歌詞比較長 哈哈哈哈 就因為這麼簡單的原因 這個歌詞很長 因為還有翻譯歌詞 但通常這個要多加錢耶 就是為了這頁歌詞 就要多加錢 還好啦OK啦 還好啦 反正有錢啦 噴鼻血了 對啊 因為這是特別的啊 對啊特別的 對 但是因為你 要求你就是不想要讓它 分成兩頁 我不想要 因為我覺得 視覺上會有一個 連貫的感覺吧 嗯 好 十歌裡面就是 顧名寺有十首好聽的歌 是是是 有沒有什麼以豬之寒很想放 沒放進來 好多喔 超多的 呃那個 沒有選到的這些姐姐們 不好意思 我們下一張還會有 十歌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二十歌三十歌四十歌 是清酒嗎 哈哈哈 欸喂 好 可以齁 期待 對啊 最遺憾的是誰呢 美鳳姐 喔 是喔 那怎麼沒有呢 哈哈哈 還有誰啊 好多啦 美鳳姐 很多耶 你看陳瑩杰大姐 那麼紅 那麼多的歌 對啊 美鳳姐最想唱它哪一首 欸那一首是 突然間斷片耶 很多 太多手了 太多了太多手了 他有出過台語專輯嗎 嗯 就環環龍喜邦奈當專輯的歌 我們 上個月 去樂壇旅行 我們是坐那個 游覽車 對 美鳳姐在車上唱歌給大家聽 好好聽喔 哈哈哈 對很想放他的歌 下一次 下一次一定要啊 對啊 一定有很多 都想要合作 對不對 那為什麼就選了這十首呢 這十首是 應該也是很多首在念來來回回吧 還是其實這十首是有意義的 基本上每一首都有意義 然後我們也要選歌的調性 如果說 全部都是悲傷的情歌 這聽起來真的太可憐 對 那當然就是會有什麼 含淚跳恰恰 提供跳網網這一些歌 那還是像這一首 還有一些激勵的齁 對 《純情青春夢》 像這一次小文老師就把它 編得比較民謠一點的風格 那陀螺就是比較迷幻一點的 我們那時候 聽到陀螺的編曲 我就覺得 我們好像在行天公拜拜 哈哈哈哈 為什麼 它裡面就會叫 噗 噗 哦 一直好像 會不會其實是 有神蹟 啊 難怪 可能那個編曲老師不知道 被什麼神明指示 有神蹟 這張大麥了吧 哇 太好了 對 所以每一首都有自己的風格 對 那陀螺是因為 是夜愛玲夜姊的歌 是我小時候看劇的回憶 是哪一部劇啊 華視有一部那個大戲叫做第一世家 喔 我知道耶 片頭就是Coco李文的王日齊 片尾就是陀螺這首歌 所以你一直印象深 可能在比賽也有唱過這首嗎 我沒唱過 我沒有 我只是一直放在腦海裡 結果這一次 我就突然就想到 我說放這一首拜託 然後小老師覺得說好特別喔 因為他每跳一首歌他都腦子裡 已經有開始有一些 有一些畫面跟旋律嘛 對 有些藍圖啊 怎麼編啊 怎麼改 對 那你覺得這張最難的是什麼呢 最難的 嗯 我覺得是在配唱的過程耶 因為我覺得很多人都會說 那翻唱專輯就翻唱專輯啊 那別人的歌什麼 但是其實我覺得這才是最難的 對 而且 呃 祥文老師那時候有跟我講 呃 女歌男唱這件事情 不管你是翻唱的女生還是男生的 我們不是要去挑戰別人 我們只是要向他們致敬 嗯 如果 對 那個心態不一樣 心態 對 因為 挑戰我們真的也挑戰不過 沒有他們也沒有現在這些台語歌讓我們唱嘛 所以 呃 很多人說 呃 會超越原唱 沒有 這件事情 原唱永遠都是原唱 嗯 他已經樹立一個 呃 形象跟 對 標準 深刻的標籤在那邊了 沒錯 所以就是致敬 那最難唱其實就是現在這一首 就是現在這首 春情青春夢我唱了兩天耶 真真兩天 我錄音其實算 我會先做好功課的人 你算是快的 對 我一天差不多一首兩個小時 嗯 到 錄到一一個小時半的時候 我跟老師說這一首 我說 老師我們休息吧 春情青春夢男的是什麼呢 因為你要把女人那一種對愛情的 灑脫 你 你有談過戀愛嗎 有啊 可是 不太一樣 男生的角度跟女生真的不太一樣 對 而且口氣你要怎麼轉換 好難喔 然後 不能唱男生版話 聖地高回 就有點像五百這樣子是不是 哈哈哈哈 哇靠就醉一招 哦 對 有關啊 不行啊 就不一樣 對 而且 後來怎麼抓到的呢 我就說 老師先讓我休息吧 今天先不要錄了 因為錄音室很貴 哈哈哈哈 欸 就是自己是老闆 還是會考慮到這些 以前就不會 以前是嗎 你會自己去算這些 我完全不會去算 但你知道貴 我知道貴 一個小時要多少錢 這樣而已 多少錢 不要啦 不要講 不要講 不好意思 不要講 不要講 對啊 整個而已 就是 我就說先暫停先休息 然後 隔 兩天 才開始錄別首歌 嗯 然後 最後再回來錄這一首 就不要順了 因為我那天就自己開車回家 覺得說 我到底怎麼一回事啊 嗯 鬼撞牆是嗎 嗯 怎麼會一直都錄不好 嗯 然後就開始聽很多版本 嗯 比如說潘姐的 還有一些其他 女歌手唱過 男生翻唱過嗎 有還有對唱 哦 這首歌有對唱 是哦 葉杰跟一個 呃 陳陳 呃 姓陳的老師有對唱 哦 姓陳的老師 姓陳的老師 那麼多 好 對 所以後來就忽然開 開朗 就是 開 開竅了 我覺得休息很重要 嗯 嗯 讓你沈澱一下 哦 我也覺得休息很重要 我現在 氣色會比較好一點 哈哈 沒有啦 我要講一個很重要的事 嗯 就是因為 其實這張雖然說十首歌都是翻唱的 是 但我一直覺得翻唱專輯很厲害很棒 希望大家支持 因為 它不只是把別人的歌拿來重唱 是 它還重新編曲 其實它等於是一張完完全全新的專輯 是 對 因為就之前就會有人講說 哦 翻唱專輯為什麼會入圍 或是翻唱專輯 哦 對 但是其實我就覺得每一張翻 每一首翻唱歌 其實都投入了很多的心力 對 就跟富凱這張一樣 十歌 嗯 而且投入的心力 真的不少於 全新的專輯 因為你會 更想要用不同的方式 對 而且 嗯 回饋的聲音會更多 對 你要怎麼去 評斷說 你做這張專輯的出發點 會不會受到因為這些評論而打擊到你 真的 但是我覺得 我們就是在做一張 致敬的專輯 自己想要做的事情 做就對了 對啦 希望大家好好支持 是的 好不好 好 但是這個 從小聽演歌啊 又聽日本 聽日本演歌 又聽很多老歌 嗨 的富凱 最近在聽什麼歌呢 鬼滅之刃 哈哈 那我們就來聽鬼滅啊 有沒有很跳動 哭屁了 剛剛就是一些經典 哭屁了 最喜歡這樣子 等一下再來問你 最喜歡哪一個角色 曹德很喜歡鬼滅 很喜歡 為什麼 你知道我為什麼去看嗎 是因為 一個大師叫做曹俊宏老師 嗯 你是看電影還是看動畫 我先看電影再回去看動畫 你知道電影大概是七八集 動畫是一到六集漫畫的 是 然後 因為有一天我跟曹俊宏老師 就是聚稱 然後他就說 我等一下去看電影 我說你要看電影 看什麼電影 我要去看鬼滅之刃 我想說 看鬼滅之刃 太特別 因為你想說一個長輩 去看鬼滅之刃 對 然後因為他是一個 呃 很喜歡接觸新事物的人 嗯 對 因為裡面的音樂 真的很好聽 對 然後我就想說 好吧 我去看一下 嗯 結果我就去看了 但我跟你講 真的要從 真的要從動畫開始看 對 因為看電影 會有些不知道為什麼 對 很好看 那你最喜歡誰 善逸 欸他是第一名耶 他是被票選的第一名 因為他真的是反差很大 反差很大 就一直水 然後只有一招 對 我還是最喜歡那個 炭治郎 炭治郎 對 覺得他很可愛 不是喔 對 但是我想問一個問題 嗯 你這麼忙 你哪有空看這些啊 而且你接下來還有演唱會 哈哈哈哈 朋友約我就去 還是要安排啦 對 還是要安排 忙之餘還是要跟大家 而且我身邊朋友都知道 因為你很忙 壓力很大 又要演唱會了 要鬆一下 要鬆一下 所以 呃 放鬆的方式就是跟朋友 吃吃喝喝看電影嗎 對 看電影很重要 還會再去唱歌嗎 唱歌 卡拉OK KTV 要我唱我也是唱啊 哈哈哈哈 很愛唱啊 很愛唱 還是愛唱 對啊 那演唱會快要到了耶 對啊 2月20宅 小巨蛋 耶 十歌演唱會 是 對不對 這個真的算是一個夢 對啊 而且從 十 因為我明年是出到第十年 嗯 所以我才會有十歌專輯 嗯 對 那明年 對我來講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年 因為出到十年 十年了 過去集結一些你曾經所學的 或是小時候你學唱歌的一些過程 全部發揮出來 全部發揮出來 然後好像要教一張 成績單 對 這個是一個很大 我讀 壓力應該也很大吧 超大的 你現在就開始準備了吧 因為只剩兩個多月的時間 已經有 哦 兩個月又一天 哈哈哈 我會算的 其實 對啊 兩個月又一天 是啊 已經開始有一些流程出來了 歌單什麼的 好可怕 可以特漏嗎 我也會唱日文歌 會有特別來賓嗎 哦 會有特別來賓 一定會有 對 但只是就是 因為身邊的演藝圈好友也不少 對 哦 你很多 這個要稍微算一下 好 你有特別訓練自己什麼嗎 鍛鍊 去健身囉 嗯 去做一些重訓 還有肺火量什麼的 對 因為 我會去健身也是因為身體健康的關係啦 然後再來就剛好又遇到 要開演唱會這件事情 所以 我覺得運動 是一件很舒服的事 嗯 人做就盡量去做 而且比較特別的 這次是不是也是實名制啊 對 實名制的關係 所以買票 希望大家就是 因為這些流程會比較複雜一點 希望大家有點耐心 對 因為防疫期間嘛 一定要啊 希望大家多一點點的耐心 可以多一點點的包容 還有愛 還有愛 對 你如果真的不會操作 因為是在7-11的iBone售票系統 哦 iBone才買得到 對 然後我相信這一些小哥哥小姐姐店員們都會幫你 然後記得你要買票要把身份證字號跟你的名字戴著 身份證字號跟名字戴著 把身份證戴著啦 把身份證戴著 對啦 身份證字號跟名字怎麼戴著 不是 因為有時候你還 有的人會幫其他人買 會背啦 要背一下要抄一下啦 只要對就對了 因為到時候現場會看 對 現場會看 然後如果真的不會買的話 像 放心 可以上我官網 近期會有一些教學影片 對 而且那時候是農曆大年初九 大家也剛領完紅包了 是呀 趕快來多買幾張票 真的 現在就可以開始賣了 我前面一樓的已經都賣完了 對對對 直近期 很多厲害的位置都沒了 但是其實 二樓的視野也不錯的 對 三樓也不錯吧 對 VIP是可以看到整個小巨蛋的舞台 對對對 所以 趕快行動致詞 對 趕快行動致詞 好 我剛想到一件事 因為剛說明年是十年了 對 出道十年 嗯 這十年來 你有沒有什麼 就是一講到 那個跑馬燈 你出現的畫面是什麼 我奶 我外婆 對 然後 我以前的老闆 黃毅雄先生 嗯 哦 他們兩個對我來講是很重要的 恩人 跟親人 親人 因為 奶奶在我出道第一年就過世了 然後 我記得他當時一直跟我說 他知道我在唱歌 嗯 他一直講說 你哪有 唱歌 那阿爸哪有賺錢 你要從他出國去出道這樣子 嗯 但 後來來不及啊 就 就 你才一年 你才出道一年 對 然後那時候 那時候有人在北部 也沒有辦法回去 馬上立即見到他 看到他 對 所以沒有見到最後一年 沒有見到最後一年 覺得很遺憾 但是阿嬤知道你愛他了 很愛 嗯 對 然後寇賞 寇賞 寇賞是因為 也很謝謝他創了 明日之星這個節目 是 以前在電視上前面看 我就想說 我一定要認識這個老先生 這個黨輩 嗯 因為我覺得 他把二姐 二姐 欸 也是他帶起來的 也是他的貴人之一 所以我覺得我一定要認識他 因為他把台語 文化的精神 一直 傳承下來 對 所以才有明日之星的比賽 那 我覺得 他給我的影響很大 堅持也是從他身上看到的 對 這是你從他身上學到的 對 那很遺憾的小巨蛋 這樣演唱會他也沒辦法來 但是我一定會留位子 給他跟我外婆 喔 嗯 嗯 對 你如果看到那個 伊仔上面有打褲子的名字 或是我的阿嬤 不要做唷 對 對 因為做到他們腿上了 對 不要做啦 拜託 就私理耶 你要拍照沒關係啦 不要做 喂 對 但是真的有很多感謝的 太多了 接下來這一棒子就要交給你了 我 我 已經準備好了 嗯 然後 也希望大家可以多聽一些台語歌 因為 台語文化不能消失 是 對 那 這也是台灣人的根本之一 沒有錯 嗯 對 希望大家可以多得支持十個 跟演唱會 支持十個 還有演唱會喔 嗯 那最後呢 要請富凱選一首專輯裡的歌 你會想播哪一首呢 啊呦 啊呦 我們今天聽了祝福 欸 欸我們今天聽了第一首跟最後一首 是 哈哈哈哈 這該怎麼選呢 中間的我們都還沒聽 這一刻 剛講得這麼感性 你想要聽哪一首 就選 瓜哥的最愛好了 哎呦 瓜哥的最愛 你知道 這一首歌也是因為 某一部分 是瓜哥的關係 為什麼 哪一首 瓜哥的最愛 魚閃琴 是有什麼緋聞 我們不知道 等等 沒有沒有沒有 不是 沒有 好開玩笑的 瓜哥呃 他唱了台語歌也很 也很 也算很多 但是有一次我剛好在他的節目 就是那個比賽節目 看他表演唱這一首歌 哦 然後那時候 魚閃琴 魚閃琴 我就已經放在專輯裡面嘛 那因為電台有一些那個 廣告的線跑 我是聽他的助理講說 他們 三個人就助理 然後 羅安姐跟瓜哥 在車上 然後就 聽到這一首歌 大哭嗎 沒有大哭那邊 然後他的助理知道是我唱的 但是瓜哥跟羅安姐不知道 然後他說 哇 這首歌怎麼那麼好聽 誰翻唱的這樣 對 結果 我就跟他講說 瓜哥我發新專輯 魚閃琴 裡面有這一首歌 然後他就唱 然後他就說 所以他給我很大的鼓勵啊 他一直說 對嘛 不一定 一直要做新的東西 然後他有跟你講這段話 對 所以你也記在心 我只在心裡 所以你說這整張專輯裡面 瓜哥最喜歡的就是 魚閃琴 害我差點誤會了什麼 沒什麼 沒什麼 對 最後就來聽這首歌了 好 然後希望大家好好支持 許富凱的詩歌 謝謝 還有明年小巨蛋的演唱會 謝謝富凱 謝謝大家 掰掰 好酸好梨呀 這尊好嘴是煮鍋 哦 快點青